这个废物王爷打别人 人家还没喊疼 他倒先叫起来了 由此可见这王爷有多窝囊废 皇上派他和他弟弟来徐州放阵救灾 结果这两个人却将圣上的得意变成了恶意 欺压百姓 侮辱名女 无恶不作 赵秋杰看上当地一名女子 就肆无忌惮地上门侮辱 王老师见女儿受欺负便上前阻拦 不料反过来被赵秋杰一脚踹死 小王爷见此吓得赶紧开溜 王老师儿子回来看到这场面 发誓一定要讨回这笔血债 这比赛我一定会把你讨回来的 不管那是皇上还是金才 不仅如此 上集说道 这两位小王爷来徐州的路上曾遭遇劫匪 在众人面前出尽了丑 于是他俩来徐州的第一件事 就是命冯捕头去捉拿燕无双 其实这燕无双并不是坏人 而是专杀贪官污吏 劫富济贫的大侠 可惜这次他放错了人 冯捕头带领一众侍卫前来捉拿燕无双 不料人家是混迹江湖的武功高手 他们这些小喽喽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与此同时 赵秋堂见冯捕头制服不住燕无双 便想借助紫金锤的威力镇压 而就在这时 紫金锤里竟出现一位金甲将军 附在了赵秋堂的身上 使他瞬间变得妖魔化 帮助他作恶 之前八贤王曾说过有关此锤的一个传说 正义之人持锤可杀敌 心术不正之人取得此锤就会更加邪恶 如今已然证实这不是个传说而是事实 赵秋堂为了敛财无恶不作 更是拿紫金锤伤及无辜百姓 自然就是那心术不正之人 魔化的赵秋堂拿着紫金锤出来连放了几个连环炮 成功拿下燕无双 第二天 两个幼稚的王爷还当众宣称 让百姓拿刀上来处置劫匪 不料尽没有一个听他们的 因为老百姓十分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恶人 在他们心里 他俩比强盗更像强盗 夜晚 赵秋杰借酒壮胆来折磨燕无双 报让他当众出丑这笔账 此时王老师的儿子出现 谎称来找燕无双报仇 实则是来搭救他的 趁赵秋杰不备 他马里的割断捆绑的绳子 就这样燕无双获救 随后他又用三两招制服周围的侍卫成功脱身 赵秋杰见冯补头打不过燕无双 便想像臂底一样 借助紫金锤的威力去降服 结果因为身子太虚又太懦弱 刚碰到紫金锤就被他的威力震慑到几米外 然后当场死亡 冯补头见此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罪揽到王老师儿子的头上 于是赵秋唐则带兵将其抓回 陈之府不忍看着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便将两位小王爷在徐州做的孽如实写入信中 命人快马加鞭送往丞相府 王丞相在看到信中的内容后 立马来开封府找老包商量对策 包整认为将信转成给圣上 让他来做决策比较稳妥 可王丞相不想这么做 两个小王爷都是他向皇上推荐的 尽管这不是他心甘情愿的 可如果让皇上知道 要是怪罪下来 那谁又能担待得起 包整听后不认同丞相的说法 事关重大 希望丞相不要一错再错 王丞相犹豫不决 决定先去找庞太师和赵王爷合议之后再说 此事既然让包整知道了就绝不会袖手旁观 随后立刻命斩招帅张龙赵虎启程前往徐州 阻止赵秋堂再做恶事 看来这小王爷 离用龙头炸的日子又进了一步